你看喔 哇 完全看不到耶 所以如果你在捷運上 如果是這樣子的角度 你要偷看那個人的手機 完全不可能耶 好 今天要來開箱的這個東西呢 也是我們有開箱過的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東西 就是前一部 我在貼那個S21 也就是這一部手機的保護貼的時候 有人提到一個東西 叫做防虧片 那這個東西呢 我也沒有用過 主要就是你在看手機的時候 只要有人從旁邊想要偷看 是看不到 只有正面的人看得到 所以說是一個滿保護隱私的保護膜吧 但是之前我都沒有用過 那我們今天剛好就有收到這個 Anti-Spy Privacy 由這個ZFram所提供的這個防虧片 然後這款就是 讓你在使用手機的時候 只有28度的地方 是可以看到手機正面 那左右 假設你在搭捷運 旁邊的人想偷看是看不到 然後我就覺得滿有趣的 我們就來玩玩看 然後這一款最有趣的就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 這個零失敗貼膜 這個我也沒有玩過 它號稱就是 你只要用這個貼膜的神器 靠上去你的手機 基本上貼膜是不太會失敗 位置都會是符合的 所以說我們就來貼貼看 那我也很好奇說 這個會不會貼的位置會歪啊 或者是它沒有對準 或者是它這個 防虧的感覺是怎樣 然後這一款的型號是 For iPhone 12 Pro Max 這一個的系列它主要都是針對 iPhone用戶去製作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看它是不是真的 零失敗保護貼吧 好 那我們就先來開箱吧 盒裝就是這樣非常的簡單 這包裝還不錯耶 感覺滿用心的 欸 沒有東西了 打開就是一個這個應該是清潔組 然後這是一個溫馨提醒 就是你一定要清潔螢幕 要不然你在貼的時候 可能會有氣泡的產生 然後這一個 就是它所謂的貼膜神器 這邊還有附這個是底板 讓你可以把你的手機靠在上面 比較不會滑的 所以它就是一個這個底板 然後一個保護膜 還有一個清潔組 看一下清潔組有給什麼好了 這邊它有寫說 先清潔你手機的螢幕 然後再用除塵的把它捻一捻 然後它這邊我們就看到 它有提供這個類似酒精棉片的東西 一個試鏡布 和這個除塵貼 那一開始主要應該都是使用這種除塵貼去捻 那如果你裡面貼完之後 發現有小的灰塵 可以用這個把它渗進去 然後把它捻出來 但是我希望我是不要用到這個啦 因為我的技術可能只能用這個 要不然我也不會買零失敗啦 好 那內容物大概就長這樣 那我們就趕快來開始貼吧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把前一片的保護貼死下來 要不然就會跟我一年多前看到 馬西的影片一樣貼完之後觸控不靈 那一部影片我覺得滿好笑的 就是既然還是上片的 然後後來發現是自己沒有試保護貼 一定要先把前面的保護貼撕下來 哇 這也是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 我應該是有貼吧 針對一個沒什麼指甲人而言 這個真的是太難啦 前一塊保護貼撕下來 看起來整個感覺應該算是滿乾淨的吧 因為我剛才撕掉保護貼 不過這邊邊角還是有一些灰塵 因為保護貼的邊角還是會有 好 那我們就先來擦拭它吧 主要就是先用酒精棉片擦一次 然後再用試鏡布擦一次 擦得差不多了 接著就是用這個把它擦乾了 知道我貼這種零失敗真的是不錯 因為我真的是不太會貼 然後你貼的環境最好是 不要有什麼電風扇啊 灰塵少一點的地方 這樣你整體的環境來講 應該就是比較好一點的 好 看起來應該是滿不錯的 不過它這邊邊還是會有一些灰塵 就用這個除塵貼把它處理一下 我個人的習慣是全部都會黏過一次 OK 那我們現在動作要非常的輕巧 然後接著就是要來把這個 貼模神器給它撕下來 這個是對準上面 然後貼模神器的話你撕的時候 這邊好像要稍微彎折一下 要這樣慢慢的把它彎開 要不然它會把整片保護貼都撕下來 然後撕好之後盡量是朝下 然後孔位直接對上去 喔 位置滿好的 然後接著就是從中間這樣滑到這 然後往下按 再往上按 這邊就給它按按 它其實靠上去的時候 就已經完全對齊了 整個都好了之後 然後就會把這個膠條把它撕開 有點不好撕 好 它就撕開了 貼完了欸 那我這邊貼完的話 我只有底部這裡有點氣泡 那這個氣泡其實滿簡單可以處理的 這應該就是自己推一下 它就會從邊角出去了 你就稍微用這個眼鏡布把它往邊邊推 然後就貼完了欸 哇 看一下孔位 孔位其實滿準的欸 它就是很精準 因為我剛剛在貼的時候 其實有點害怕是它靠上去之後 就不太會動 孔位就算滿精準 然後這種小氣泡基本上就是 慢慢把它往邊邊推 就會把它推掉 那如果它還是有一點點的話 你可以把它稍微撕開一點 然後直接推掉這樣 到這邊就完全沒有氣泡 所以整個的感覺會像是這樣子 滿不錯的欸 真的是零失敗欸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邊拍片邊貼這種東西 因為我看著鏡頭的時候是怎麼講 就鏡頭上沒辦法這麼仔細拍到 上面沒有灰塵啊什麼的 但是現在整體來看是滿OK的 好 那我們就來開機看一下吧 整個感覺就是像這樣 它整個就還滿服貼的 然後哇 好酷喔 你看喔 完全看不到欸 所以如果你在捷運上 如果是這樣子的角度 你要偷看那個人的手機 完全不可能欸 這真的還滿好玩的 然後我看一下它觸控的感覺 觸控感覺還是滿不錯的啦 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它基本上 零失敗的部分做得滿好的 然後我看一下 臉部解鎖的感覺 可以欸 再一次 解開了欸 所以臉部解鎖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且重點真的是 真的太酷了 你完全看不到我的桌面了 這真的玩不膩欸 好好玩喔 那如果是上下咧 上下比較沒有 但左右真的是完全 大概這個角度就已經全按掉了 真的是反饋一片 但是如果我這樣慢慢轉回來 又看得到啦 真的很不錯 然後整個的感覺 其實是正面看起來 就跟之前一般保護貼的感覺是一樣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你的觀感是一樣 但是如果你這樣 它就全按了欸 但其實它還在播放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在捷運上這樣用 真的是爆肝安全 難怪是Anti-Spy 好 然後最後我們來測試一下 假設用這個保護貼 如果要接鎖人家QR Code 會不會有問題 看起來 那沒有什麼問題 馬上就剪開了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很不錯啊 很不錯 這個真的是蠻好玩的 好 那最後保護貼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保護 我們就不免贖的來掛一下它吧 那我們用這個好了 我準備了一把美光刀 我其實是很不喜歡 挖手機的 但是我只要來試試看 看裡面這樣了 中間這裡是完全沒有傷痕 就是真的裡面是算是乾淨 所以說它的那個防刮能力是很好 就是其實是這樣 或者是我直接拿我家的鑰匙 去尻它 這樣尻也都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說防刮防撞能力都還是有 又可以自己在家用這個神奇的零失敗保護貼 去貼真的是蠻不錯的 好啦 那這就是今天這個快速開箱影片 那大概就是這樣 滿簡單的一個 輕鬆開箱影片啦 那影片的最後 當然我的影片通常都會有抽獎 我們會抽五塊 這個影視貼 所以說如果你想抽獎 千萬不要錯過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就是這個 它主要是以iPhone為主 那他們是說 最近可能也會有 S21和S21 Plus的保護貼推出 我可能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影視貼 但我這部影片主要是抽五組 所以說如果想要參加抽獎 你可以先去看一下說 你手機型號是不是 影視貼有支援這個型號 好啦 那大概開箱就到這 滿好玩的 第一次玩到防虧片 但其實我滿多東西都想要貼 特別是像辦公室的螢幕 有趣有趣 再次感謝這個 ZFRIEND的防虧片 好那如果你喜歡我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也記得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CiaoCiao Bye Bye 我剛剛拍完之後就想說 我下鏡頭來認真看一下 它到底貼得多準 我就覺得真的很強耶 它這個精準的程度 真的是讓我非常的驚豔 因為我剛剛貼完之後 就很認真在測它這個防虧片功能 我就沒有這麼認真仔細的看 但是我剛剛拍完片冷靜之後 稍微看了一下 哇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它這個準度有沒有看到 完全就是服貼著 有點嚇人耶 然後真的是 只要你的手機是 在沒有灰塵的情況下 基本上我覺得 整個感覺是很好的 我貼的時候因為沒有灰塵跑進去嘛 所以說它基本上服貼完之後 我只要把氣泡往外推就好了 哇 真的是Amazing 我覺得所有的保護貼應該都要這樣 太簡單了 真的很不錯耶 就靠上去而已 然後孔位真的是 精準的嚇人啊 哇 嘖嘖稱奇 好啦 小驚訝到 回頭跟你們分享一下 一個回馬槍 掰掰 掰掰